作者 程九 后期 鬼不语 第631集 周老将军的话一落下 孙老将军和阎老将军 就立刻跟着表明了自己的历程 站在萧九湾这一边 有三位德高望重 又与燕北萧家有血亲的老将军作证 谁还敢怀疑萧九湾的身份有问题 在场的将领连忙附和 我们自是相信王爷的 王爷这些年为燕北做的 我们都看在眼里 也有人出来主动认错 是我糊涂 尽是听信了谣言 听信了石庆郡主的话 也有人护我稀迷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 哪次大战前 北臣不要弄些手段 咱们燕北上下一心 哪里会因几句流言就动摇了 周老将军听到众人的话 抬了抬手 示意众人安静 我知道众位嘴上说信 但心里还是怀疑的 左右我们今天开了祠堂 就把所有的事都说清楚 话录 不等旁人说什么 就叫门外的侍卫 把先王妃的奶娘 还有当年小世子的奶娘带来 这段时间 这两人蹦跶得极欢 也就是因为这两人 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相信流言是真的 相信萧九安 不是燕北王府的血脉 老燕北王妃一死 这两人就消失了 当初管着燕北王府 后院的是萧石庆 当年萧九安 对萧石庆是绝对信任的 没有干涉 更没有防备的 也就让他成功把人藏了起来 这不用了吧 我们都相信王爷 听到周老将军的话 有几位接过石庆郡主信的将领 心里开始不安 他们怕这两个人 把他们暴露出来 他们这位王爷的手段 真的叫人害怕 如果可以的话 没人会想要尝试 对对对 有三位老将军的话 我们哪能不信 附和的人不在少数 可见保持中立 想要见封使舵的人并不少 当然 这也不能怪他们 石庆郡主亲自出来立正 萧九安不是燕北王府的血脉 再加上当年那么一出事 他们自然是信石庆郡主的 哪里知道石庆郡主 早已跟皇上勾结在一起 想要夺燕北的兵权 他们要是早知道此事 打死也不会信石庆郡主的话 有些事总要说清楚 狠狠狐狐 没有什么意思 无视众人的劝说 周老将军执意让人 带两位嬷嬷来对质 两位嬷嬷年纪都不小 先王妃的奶娘 已步入花甲之年 一头银发 背弯得厉害 一双眼睛也看不清楚了 被侍卫带上来 颤颤抖抖地跪下 给三位老将军行礼 却不把萧九安看在眼里 当然 那小世子的奶妈也是一样 她年轻一些 看着人也爽利 但同样不看萧九安 不给萧九安行礼 明显是不拿萧九安当主子 不等三位老将军开口 先王妃的奶娘便哭诉道 三位老将军 宁可要为我们王爷 还有世子做主呀 这人占了小世子的身份 窃据燕北王的瘸为 陷害我们郡主 真真是罪该万死呀 不错 这人并不是我们小世子 三位老将军 奴才这里有当年 先王妃的亲笔血书 先王妃在信上 写得明明白白 这人并不是 我们王妃的世子 小世子的奶娘 拿出一封 带着历史气息的书信 递到了三位老将军面前 这封信 就是萧十庆所说的 关键证据 在信中 先王妃把她的怀疑 还有种种疑点 一一提了出来 最后更是附上了 一幅小世子的画像 以证明萧九安 不是她的儿子 不是燕北王府的世子 小世子失踪时已有五岁 那时候已初初 能看出长大后的样子 对比画像 萧九安与小世子的五官 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不看那封血书 只看那幅画像 众人就可以肯定 萧九安不是燕北王府的小世子 一众将领看到这一幕都傻眼了 刚刚周老将军不是铁口直断 说王爷是燕北萧家的人吗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画像是真的吗 从始至终都始终坚信 萧九安的人 一个个呆住了 他们对萧九安有多大的信心 此刻他们就有多懵 看着奶娘展示出来的 小世子的画像 一个个呆若目击 不知如何反应 是真的 我见过小世子 小世子确实是单放眼 额头并不高 脸型偏圆 皮肤白皙 鼻子不高 便是展开了 业余 坐在左侧的一位将军 看了看画像 又看了看萧九安 低声开口 然而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了 不敢再往下 看画像 确实与时庆郡主有几分相似 隐约也有先王爷 和先王妃的影子 又有一人开口 只是声音苦涩 这人说完也不敢看萧九安 只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右侧一位上了年纪的将领 犹豫了片刻开口 不知可否将先王妃的血书 给我们看一眼 咳 从头到尾都保持大气 没有一丝慌张的周老将军 毫不迟疑地开口 此时众人才发现 即使两位奶娘拿出这么多证据 三位老将军也没有变脸 甚至看王爷的眼神 也依旧如初 他们王爷就更不用说了 从头到尾都像是个局外人一样 连个表情都欠缝 这么一来 众人也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先王妃的血书不长 但一字一句都在气血 透过文字 众人似乎能感受到 先王妃的愤怒与无助 还有一丝惊恐与无奈 愤怒萧九安占了她儿子的位置 窃居燕北王的爵位 无助她一个后宅的女人 明明怀疑却苦于没有证据 根本不知要如何做 惊恐则是担心她的亲生儿子 无奈则是因为燕北王府 除了萧九安外 再也没有继承人 要是她揭露了萧九安的身份 燕北王府怎么办 燕北怎么办 先王妃在信上列了许多疑点 并一口咬定萧九安绝非她的儿子 作为母亲她很清楚 并且先王妃在信中表明 她写下这封信 并不是为了对付萧九安 只是为了保护她的女儿 保护燕北王府唯一的血脉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私心 先王妃在信末 给石庆郡主留了一句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